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S能忍 纠结 安于现状 但大S则是果敢 坚决 勇于遵从自我 在大S果断且体面地了结了自己和汪小飞婚姻的同时 在看了小S的新节目后 网友们依然在猜测 小S到底过得好不好 以及如果过得不够好 她有勇气离婚吗 康熙来了停播六年后 小S带着最新的访谈节目 City想聊 重回电视台 和先前她主持的内地综艺节目 花花万物 女王来了不同的是 City想聊完全搬来了台湾电视台的制作团队 早在三月份 节目的筹备阶段 小S就已经放出了消息 向网友们征集想要问的问题 观众们兴致满满 2021年12月23号 节目第一期 小S请来了前任黄紫娇 噱头满满 早在2015年 他们二人在康熙来了相见 那期节目在台湾收视率达到了高达4.3% 是节目历史上最高的一期节目 小S当时哽咽地向黄紫娇道了歉 在节目上公开两人分手的事太冲动 当时的世纪大和解确实动人 在新节目中可以看出 小S和节目团队使出了浑身解数 还贡献了很多具备热搜潜质的金句 一开始小S被问到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你有什么事情想从头来一次呢 他说如果可以重来 我想试试一个人走完人生 是什么样的感觉 随后谈到黄紫娇的时候 小S说他是自己除了老公徐亚军以外 最爱的一人 他还收到黄紫娇的号码 在他的人生中有重要的位置 如果没有这个号码 生活很难过下去 看到黄紫娇面入尴尬 小S随即解释 自己从前把黄紫娇的号码 设为各种密码 因为年龄越来越大 记性越来越不好 这个密码一直没有改过 沿用至今 新节目第一期的最后 小S质问黄紫娇当年 为什么不向自己求婚 黄紫娇诚实地回答说 不到点嘛 之后草草收场 京剧有了 有热度的嘉宾也有了 但是这次的新节目 显然陷入了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 观众们吐槽 小S的点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业务能力 为什么要靠炒冷饭 造梗 来维持一个节目的热度呢 我便觉得它没成长 另一个则是觉得它不争气 一段感情过去那么久了 为什么还是似乎显得意犹未尽 拉拉扯扯 此时不由得让人想起 她的姐姐大S 拿姐妹俩的婚姻经历 和态度做个对照 就会发现 她们在同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 面对感情和婚姻的态度 却是截然不同的 小S能忍 纠结 安于现状 但大S则是果断 坚决 勇于 遵从自我 在大S果断 且体面地了结了 自己与汪小飞的婚姻的同时 在看了小S的新节目后 网友们依然在猜测 小S到底过得好不好 以及如果她过得不够好 她有勇气 离婚吗 在早期的康熙来了中 有一些算命师在节目中 预测小S的婚姻状况 几乎每个人都会说她会晚婚 要到35岁 才会找到真爱 叫小S多看看 多玩玩 甚至还有几个说 她会晚年孤寂 小S气不过 只好笑着装生气 心里却抑制不爽 后来在陈建州的介绍下 小S和徐亚军相识 当时她的主持事业正在爬坡 也是她人生最不自信的一个阶段 先是被皇子交劈腿 之后她和男友恋爱 但对方必须回到国外工作而分手 情感的接连不顺利 让她总觉得自己没人要了 徐亚军是留学哥伦比亚大学 建筑系的小开 后来从事着一些股票等投资工作 但其实她出身在台东 一个家境淹实的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徐庆祥是医生 后期炒股赚钱后投身地产 在台东地区被称为台湾巴菲特 小S加入徐家后 曾经表示自己的股市投资 也是靠公共来打理 而徐亚军的母亲是名律师 律所就在徐庆祥的医馆楼上 和主持过程里 小S呈现出来的那种大啦啦 敢说敢做 无所顾忌的个性不同的是 感情中小S会在意很多细节 姿态上也是相对卑微的那一个 谈恋爱看电影的时候 会因为肚子发出怪声 感到压力很大 她和徐亚军在剧院牵手 都会担心身体发出点什么声响 而迟迟不敢看她 焦虑很久 但同时许家也是个传统保守的大家庭 台湾媒体早年采访 徐亚军的父亲徐庆祥 他说过 一开始听到儿子和一个当红女明星交往 并不赞成 但是看到儿子时常带小S回台东 拜见徐家二老 又带到加州见好友 自己才开始软化 他始终担心 将来明星小S嫁进来 不愿意怀孕生子 就以反传统观念里 不认同未婚生子的做法 徐庆祥对儿子说 只要师弟怀孕 你们就可以结婚 随后小S向外人展示出的是 孝顺 懂事好媳妇的贤惠一面 徐庆祥曾说 他出门工作录像前 一定会向公婆请安 工作结束回到家 也一定会先向公婆二人请安 应有的孝心和礼貌 小S做得十分周到 他和婆婆也经常会 共同出席一些商业活动 自己也很乐意花钱 在婆婆身上 他自己经常在节目中 开婆婆的玩笑 为了让婆婆开心 会花钱买各种珠宝 包包 小S曾经在自己的书中 写过绝对不和 爱去夜店的男生在一起 但徐亚军却频频被拍到 出没各种私人招待所 搂着各种辣妹的照片 网上还曝光 徐亚军参加海南三亚的 海天盛宴的照片 徐亚军也承认自己在盛年的现场 2019年 徐亚军被台媒拍到现身夜店 事后还护送两位姑娘回家 同时 台媒又受到爆料 称她为嫩魔介绍工作 还转账给对方一万元 做慈善 但小S依然为丈夫撇清关系 说她是在招呼朋友 自己认识照片中的女孩 每每有记者拿着这些照片和新闻 去采访小S 小S都表示不愿回应 有时也会回呛记者 处处向着自己的老公 我心情不受影响 我也相信我的老公 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那不是什么敏感场所 那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难不成以后都要出现在儿童乐园 才不会被你再误会吗 对我来说 那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而且我毕竟是她老婆 又不是典狱长 没有资格去控制她的人生 最让网友们为小S感到不值 惋惜的是 夫妻俩遇到大事的时候 徐亚军就变成了隐形人 2013年8月 台湾食品卫生单位突击检查 由徐亚军投资 小S代言的胖达人烘焙坊 发现店内违规添加9种人工香金 台北市长郝龙斌批评其为民生欺诈 同时徐亚军和父亲还涉嫌 进行违规的证券交易被调查 小S婆婆黄秀珍 接受TVBS新闻采访时说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之后也是小S第一时间 在康熙给所有观众鞠躬道歉 后来老父亲对着媒体说 我儿子真的没有犯法 最后保小不保大 父亲承担了所有的罪名 被判刑两年 而徐亚军则被判定无罪 这就让徐亚军的人设更不讨喜 成了男人没担当的典型代表 除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花边新闻 贯穿小S婚姻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小S到底有没有被家暴 从小S生下第一个女儿开始 就有自称小S密友的人向媒体爆料 称许家不满意 小S因此和婆婆顶嘴 还被徐亚军扇了一耳光 赌气回了娘家 后来大S和许家人谈判之后 许亚军才把小S接回家 之后就有娱乐新闻发文称 家暴中心接到小S的电话 说自己被打 小S还带着家暴中心的人去自己家 新闻讲得继续迷移 看到新闻后 小S非常不解 立刻致电家暴中心 反问他们有没有看到过自己 家暴中心否认见过他 小S当时就说 这对徐亚军的形象太不利了 根本就是糟蹋他 便立刻联系警局说 让他们帮忙办记者会 当时夫妻二人站在派出所门口 开了个澄清记者会 表示报道内容完全是捏造 还趁机表白了丈夫 此生没看过这么温柔的男人 他也很爱我 这声相爱还来不及了 不会浪费时间伤害对方 也正是在家暴风波前后 徐亚军开通了微博 时常会对小S讲各种情话 说他是18岁的小宝贝 记录和孩子们一起旅游 做游戏 但这些微博下面 全都是批判他的评论 讨伐他 说他配不上小S 时间久了 索性从2014年 就不再更新微博了 近几年 小S有时候在录视频的时候 很明显能看到他的脸上有淤青 他的女儿也隐隐隐隐隐地说过 是爸爸打的 但小S对此都是通通地否认 最后 被家暴反而也成了他上综艺的一个狗 有次吴奇隆开玩笑 问他被打过吗 他笑着说 两次而已啦 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 过度地投入婚姻 为丈夫反复变白的同时 小S也不断地在让步于丈夫 他解释过 这是因为自己女配角个性 也因为这个性 我觉得我人生中 没有再怕任何事 除了我老公 小到他每天跟丈夫一起吃早餐 都会感到忐忑 如果那一天 报纸娱乐版又出现 我飞扑男明星的新闻 我就会偷瞄他的反应 如果他看一下就翻过去 我的心就会放下来 大到家里的装潢 全部留给丈夫操办 最好好不容易才为自己 争取到了一张木制餐桌 好让徐妈妈来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放包包 小S也很看得开 说我觉得能为自己爱的人 迁就一下 也不算是失去自我 相反 那可能正是我呀 曾经有记者让小S用三个关键词 总结一下自己的性格 他说的是矛盾 耳根子软 以及很容易咬紧牙关 偏过去 于平仁九姑娘则认为 小S拿到的是婚姻的旧脚本 强调的是三从自得 和嫁机随机 婚姻承担的是传宗接代 和光宗耀祖的作用 只有角色的分工 没有个人的感受 女人在婚姻里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不管对方如何 都要打碎牙齿 或血吞 总之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住婚姻 相比之下 大S更加果断 坚定 早早地看清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感情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选择 都顺从着自己的喜好和感受 大S爱一个人的时候 到了舍身的地步 如果有人要拿刀捅他 我也会挡在他前面 他跟蓝正龙在一起的时候 还写了一首歌叫 爱你爱到死 被视为他爱情观的写照 但是蓝正龙 还是接到了大S的电话 干脆地分手 大S对他表示 以后都不要联络了 后来就真的一直没有联络 这就应对了他自己的那一句 我的感情轰轰烈烈 结束的也是斩钉截铁 小S见到汪小飞的第四面 就订了婚 相识不到五十天 就选择了闪婚 祖宰是小S最为人所知的名号 他不是很有种 遇到事会逃避 会想要依靠身边的人 工作中的后盾是蔡康勇 而在家庭生活中 大S则一直在支撑着他 黄子娇在户外做演出 跟小S认识 把自己的西装外套 借给了小S 小S有了好感 又不知该怎么办 最后大S教他 写张谢谢的纸条 塞到西服口袋 再把西服还给黄子娇 后来小S不好意思 约黄子娇出来玩 就叫大S约他吃火锅 没想到黄子娇 误以为大S喜欢他 大S只好说 你做我妹哪儿 后来小S和徐亚军 未婚先孕 支支吾吾告诉了徐妈妈 徐妈妈发飙 说她有一堆广告合约 未婚怀孕可能会毁约 要赔一大笔钱 当时也是大S跳出来 以温柔坚提醒的声音说 妈 合约那些东西不重要了 你女儿怀孕了耶 你要做外婆了耶 你难道不开心吗 婷婷很欠揍 我已经骂过她了 但是她要做妈妈了耶 大S还立刻对妹妹说 还不赶快过去抱抱妈妈 才凭了妈妈的怒火 小S结婚的时候 大S在台上对徐亚军说 你一定要好好对我妹妹一辈子 因为她是我最疼爱的人 还警告徐亚军 如果欺负妹妹 我就找黑道打断你的腿 台上台下哄堂一笑 听起来是句玩笑 但当时大S的表情 还是严肃认真的 震慑力十足 汪小飞在自己的自传里 评价大S说 最初认识她的时候 只觉得文静温柔 但实际上内心特别倔强 她要是对什么事下了决心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和姐妹二人的成长环境 有很大关联 当年徐妈妈生下三个女儿 在传统保守的婆家 根本不受待见 徐妈妈要和婆家的 七个大小姑子 生活在同一间 B字的银楼里 环境根本算不上好 大S在三姐妹里 是能扛事的那个 留分头穿夹克 给自己取英文名叫Tiger 徐爸爸打妈妈的时候 大S会冲出来制止她 而小S都会躲进房间 后来徐妈妈咬牙离了婚 带着三个女儿 开始做保险赚钱 大S也下定决心 要走演艺之路 中学的时候 大S退学考华钢异校 在车上和母亲发生了争执 勇猛的大S在高速路上 趁着堵车 下车出走 后来徐妈妈不得已妥协 她也如愿去了华钢 而这种主见和不惜为之 鱼死网破的决心 正是小S缺少的 姐妹俩出道之前 小S则是被姐姐推着 走到台前 大S劝说妹妹 跟她一起出道当艺人 说当明星可以穿漂亮衣服 结果小S全然不当回事 我不喜欢穿漂亮衣服 大S又劝 当艺人可以傻宝 逗大家开心 小S立马答应了下来 进入演艺圈之后 大S也是包揽了妹妹的化妆 行程等事宜 小S每天就是傻傻地跟着我 结婚后 大S最初在北京生活了几年 但后来 大S想回到台湾的成长圈子里 也是说走就走 没什么顾虑 和汪小飞相处的时候 除了自己的拨下论 大S也是敢于 直接指出汪小飞的不足的 她在《幸福三重奏》中 评价汪小飞其实没品 因为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冷静不下来 很容易暴怒 然后牵扯到别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 曾经有台湾媒体报道过 汪小飞在聚会过程中 对大S爆粗口 她和王思松的对骂 也持续了很多年 在微博上 她也经常用一些 带错别字的表达发飙 小S过39岁生日的时候 她对姐姐和汪小飞说 我知道婚姻很难 但希望你们能撑到最后一刻 只不过 大S并不是掉一口气 撑着过日子的人 今年6月就有传闻说 大S和汪小飞要离婚 但后来徐妈妈替大S解释 当初大S之所以气急败坏地想离婚 是担心汪小飞过激的言论 会给两个在台湾上学的小孩 带来不好的影响 并把这次的离婚风波 成为二人的特别互动 徐妈妈还劝大S不要生气 多想想孩子 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很显然 大S并没有接受徐妈妈让她忍气吞声的建议 半年后还是坚定地离了婚 离婚前夜 有路人向媒体爆料 看到大S独自享用白松露大餐 像是在进行一场离婚仪式 在餐厅中 她神情自若地喝酒 吃800元一克的松露 她还痛快地告诉餐厅员工 若没喊停就继续报 一顿饭吃掉了快4万台币 相当于9000多人民币 事后她向媒体阐述自己离婚后 心情很是平静 我选择这时候离婚 因为小飞事业再起 帅又不算老 要再找条件 更好的女友也容易 和活跃的张岚母子相反 大S在任何社交媒体中毫无动静 她本人并没有过多的矫情辩白 还表示过 希望小飞永远过得比我好 有网友怀疑汪小飞出轨 女主播张盈盈 并翻出了汪小飞张盈盈 带同款手链 在酒吧同框露面 两人各自的直播背景吻合等佐证 但面对沸沸扬扬扬的汪小飞出轨传闻 大S则通过台媒回应 一切都过去了 我会珍惜当下 当记者问到她是否愿意放手 让汪小飞迎接新欢的时候 大S也是笑着说 当然 希望有个伴更好 大S的回应前前后后 就成了体面前去的范本 网友美得难受就表示 膜拜大S 不仅不跟你撕小三 争财产 不爱了就放手 给你留足体面 这种处理方式 对孩子也好 对自己也好 小S还透露 大S最近瘦身成功 就连手臂都变得又嫩又细 状态回春 如今完全变成当年山菜的样子 如今姐妹二人又重新合作 也让很多网友看到 在婚姻之外 事业 工作 社交 也能够赋予女性 更坚实的力量 至于小S本人到底过得幸福与否 只有她和丈夫最明了 也希望她能够真正地经历 自己描述中的那样的婚姻生活 婚姻应该是free and happy 没有任何忍受 任何痛苦 要配合谁 婚姻应该是我们在一起 很快乐 遵从自我 活得果敢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